生命TV 生生不息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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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佛说弥勒大乘佛经 这本经是在说明弥勒菩萨 他下身到我们这个参佛世界胜佛的一本经典 所以我们上个单元介绍到弥勒菩萨 他下身已经成佛 就是正道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然后他自己就说了一个寄言 就是说用这个帅犯来 说明他阁气的修行跟他所正道的境界 所以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就是 弥勒菩萨他成佛了 然后他就用寄送的方式 说他过去怎么修行 然后他的发愿就是要度众生 所以我们从这个寄送里面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看到佛 他也是很辛苦的在修行 佛也是修来的 佛很慈悲 就是由释迦摩尼佛正道的过程 他就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让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来修行 来可以把我们本有的佛性 来把它显发出来 弥勒菩萨佛正道 这个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成佛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那他所说的呢 就是特别强调他过去世 发愿他久念众生苦 他长久以来呢 也都是在感叹众生在这样子的痛苦之中 他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这样 可是就是他自己还没有挣到 这样子的这种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所以呢 就等于是说 他还没办法知道众生的苦 然后众生的苦的原因 那他没办法 就是一一的有对峙的方法 所以直到现在 他解脱了 所以呢 他就可以呢 以他正道的这个境界呢 来为众生说法 所以这边说 今始得解脱 无上大极灭 这个就是 弥勒佛 我们现在呢 这边就要称弥勒佛了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从这个经典呢 我们等于是预先知道 预先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弥勒佛呢 他是将来才会下生成佛的嘛 那从这本经典呢 等于是 释迦摩尼佛预先告诉我们 当弥勒佛下生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这样来出生 然后去出家学到 然后他自己本身是正过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呢 就是弥勒佛了 他已经正到这个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他这个说的呢 就是他过去修行 然后现在呢 他真正有这个能力 可以度化众生了 所以他说 当弥勒佛等说 广开甘露门 这是等于 他所说的法呢 是他自己正到的 这个时候是弥勒佛 他已经成佛了 所以他成佛了 他的境界呢 就是说已经了解 所有的这个修行的法文 所有中心的这个根基 所以他可以广开甘露门 广开呢 应该就是说 有多少的众生 要用什么的方法 他都可以教导 所以叫广开甘露门 所以从这样子的了解呢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不只就是说 我们自己有对峙自己的 这个烦恼的 方法自己清静 我们还要广修各种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 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然后要发誓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为什么烦恼无尽呢 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烦恼 也有众生的烦恼 还有法门无量誓愿学 那就是表示说 我们还要广学法门 然后呢 我们才能够就是帮助 无量无数的众生 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方法 我们才可以帮助众生 是这样 所以这边的广开甘露门呢 就表示弥勒佛呢 他有无数无量的法门了 所以如是大果报 所以这样子的果报呢 就不是一生一世 是累劫修来的 这样的果报啊 是包括福跟慧 他也要有福 也要有慧 有福的话呢 他才能够利益众生 众生可以依佛 可以得到佛的救度 那有慧呢 他才有这个法门可以教导众生 所以也要有福 也要有慧 那这样子的一个大果报呢 他总结起来都是 从师 戒 慧 六种大人生 所以在这边的师 就是布师 戒呢 是持戒 慧是得到智慧 那在佛法的智慧呢 是能够了解一切诸法的真相 那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烦恼 他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 五蕴 是本性是空极 然后我们在因缘合合里面 还可以起这个大用 所以可以说 他在生命里面呢 了解因缘法 那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一些的 所遇到的际遇啊 种种啊 那么就不会有这种执着烦恼 可是呢 我们有这个身跟心 我们还要拿来善用 所以这个呢 就是行菩萨道 那在自己要行菩萨道呢 我们自己能够去除烦恼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菩萨道呢 行的才会圆满 才会长久 所以说从布施可以修复 那持戒呢 可以生定 然后从定开智慧 才有定中能够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 所以这三个部分呢 他后面说六种大忍生 就等于说前面的施 布施 持戒跟智慧 就已经是六种大忍 就是六度波罗蜜 六度波罗蜜 那六度波罗蜜呢 就以布施 持戒 智慧 来涵盖 因为呢 布施本身 他就是我们可以利益众生的一个行为 那持戒呢 他就可以生定 就是由戒呢 他可以让我们的心就少妄念 就是持戒就是等于是说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准值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那我们习惯了以后呢 我们的心就不会起这一些非分的想法 就觉得这个不对 那我们就不要想了 那自然呢 我们自己本身就对自己有一种 可以掌握的这样的一种安定的心 那不然我们如果心啊 我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这个心它是活的 那个活呢 就是说 这个心念本身它自己会带动心念的 如果我们有时候啊 我们的心情比较没有安定的时候啊 尤其是遇到烦恼 那我们的心啊 那个念头啊 就好像纷飞呢 还有 两头啊 这样乱坤坤啊 我们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掌握了 所以念头本身它自己会动的 自己起来 那不然我们为什么会好像 坐在这里听经啊 明明要专心 可是还在想其他的事情 那好像不是我们愿意去想啊 我们没有愿意去想 可是它自己偏偏就想起来 所以呢 这个念头啊 它有推动力 而且它自己本身呢 就好像自己很喜欢这样 想来想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训练啊 那真的是这个念头啊 好像是它在控制我们 不是我们可以引导它 所以说这个持戒 是让我们生定的开始 我们戒 我们知道 我们基本上的就是 这个不杀 不道 不赢 或是不邪赢 不妄于 不饮酒 那这些呢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诡犯 就有一种 基本上就是 没有伤害别人 那我们的生命呢 最宝贵的就是 我们不能伤害到别人 而且还要在 做利他的行为 那当我们没有做 违犯别人的时候 这些的行为啊 包括身口一三叶啊 不杀 道 淫 忘 酒 那么 就已经包括身口一三叶啊 那 我们自然呢 影响 心呢 就暗定起来 因为 没有胡思乱想 而且呢 因为我们要持戒 所以我们保持一种 自己的观察力 所以 失跟戒 这两个呢 正好是一个互补 戒呢就是守自己 那布施呢 就等于是 要利益别人 布施要靠 行动 我们以前都说 布施呢就是帮助别人 那 现在大部分就是 我们说 有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这布施的三叶啊 大家现在都 比较了解的 那主要的 用意呢 这个布施呢 就是要让我们自己 不要有这种 奸贪的心 我们用意跟人家分享 那布施能够做得到 我们的心量就大 那福报也大 所以说 心 量越来 就越开阔 是这样 所以 施跟戒呢 它是两个互相互补 一个手 然后一个呢 是向外推几几人 那会呢 就是等于是 佛教的一个道理的 一种核心 这个智慧呢 就是要看到 佛陀 他开悟的 这样的一个 境界的道理 我们还没有正道 我们还没有证悟到 可是呢 至少我们要了解 这个道理 佛看到的这个世间呢 是苦 是变化无常的 这个是世间的一种真相 那我们众生的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真相 所以我们以为这个是石油啊 所以我们会去起贪念啊 然后贪念了 也许一时间我们得到了 可是它也会起变化 那也苦 那何况说得不到的时候也苦 所以呢 就是智慧 就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相 然后呢 从利他的行为来说呢 这个智慧就是也要看到说 我们不只是自己苦 别人一切终生也在苦 所以我们愿意来帮助别人 离苦 那这个就是 是利他的智慧 是这样的 所以等于是 我们对于世间来说啊 佛法正好是可以纠正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一些的习性 那一般的习性呢 比较不容易布施 也不容易持戒 也不容易看到真的这个真相 我们如果不是学佛 我们还真的是 还做不到 真正说要 能够欢喜布施 要能够安定心来持戒 然后呢 真正观察我们遇到的这个世间法里面的这一些的 变化无常的道理 真的是这样 我们这世间呢 我们碰到挫折 我们都是难过啊 我们遇到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境界 有起变化的时候 我们都是难过 我们就执着在这个相上面 我们都没办法说 借这个机会呢 就来修无常观 是这样啊 那我们现在听闻到佛法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用这个佛法呢 来教导自己 我们呢 要借这个机会 正好是修学 这样子的道理的机会 是这样的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听佛法的时候 好像听到的道理也许是一样 可是我们就要想到说 虽然我听到的是以前听过的 可是我现在还没做到啊 所以就等于是新的 那何况说 我们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地点也不一样 所以要把它当作新的法一样 每一次听到佛法都要当作新的法 那有这样的新的心意 我们的心里的这样的一种新意 很新鲜的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啊 那佛法才会再起力量 那不然我们一定说 这个是我听过了 我会了 那这个佛法就好像只是耳朵听的 不是心里面的作用 是要这样 这个我还没做到 对对对 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呢 我们就又可以再提醒自己 那也许以前做不到 那现在呢 因为又有一种新的这种心 来听闻佛法 那又起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欢喜心的话 那也许我们这一次真的起作用 是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所以法是要欢喜去听闻 然后真的能够有什么样的机缘 我们真能够做得到的话 那真的才是起大作用 所以这里呢 就是弥勒菩萨呢 他就等于是自己呢 把他自己证悟的 经过过去式的这样累劫的修行 为了要度化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他把它讲出来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他已经满了他的心愿 那这个心愿呢 只是成就了他自己的力量 那现在呢 开始呢 他就是要走度化众生的路 所以说 一从大慈悲 无染功德的 那这个就是说 因为他要修行的出发心 是为了度化众生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种 为众生的心 也就是菩提心 也就是大慈悲 那这个呢 也是无染的功德 这样才得到 就是说他出发点是对的 就是菩提心 要度化众生 所以累劫修行以后 他真的培养到这样的能力了 所以他就可以来为众生来 广开 甘露道 那这样子的一种 寄送的内容 其实就等于是 让我们简单的 简要的知道 弥勒菩萨过去累劫修行 他今天呢 是得到了他的正果 他正道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听闻这样的佛法 实际上我们心里是 应该起一个感动的心 就觉得说 第一个是 弥勒菩萨呢 他真正会成佛 那他的成佛呢 就是累劫修行而来的 那么他发慈悲心 要为度众生而来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 我们也觉得要勉励自己 就觉得说 我们也希望学佛 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果报 那我们真的是 累劫修行的时候 现在碰到的苦都不算苦 因为前面 弥勒菩萨在过去式的修行 他可以把他自己当国王的时候 国臣施舍 他自己的身体的头目施舍 还可以把他自己的妻子 这个妻跟子是分开的 他自己的妻跟儿子 孩子也可以施舍 还有他自己的手足 自己的 这个身上的这一些的 部位都可以施舍 所以这个地方 就等于是 弥勒菩 他成佛的一个总结 所以他说完此迹 他就默然而住 就是他自己呢 就觉得呢 就是把他自己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过去修行 跟他正道的这个道理 说明了以后呢 等于是好像对一个 整个的这种法界 做一个宣誓一样 然后他就沉默 因为应该是 他自己所正道的这个境界 本来也不是语言 可以表达的出来的 只是说明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已 所以他还是要沉默下来 沉默呢 就是不出声的时候呢 就好像整个的这个法呢 自然就显现出来 因为语言呢 只是我们的这种声音的表达而已 那法呢 是语言讲不到的 所以沉默的时候呢 自然那个境界呢 就出来 所以他就默而住 沉默呢 就把他的心就安住下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诸天荣 鬼神 王 不限其身 而与天花 供养于佛 这个就表示说 弥勒佛成佛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种天龙 鬼神的这个王啊 那这一些呢 他们不限其身啊 就是说 他没有限他的身形出来 就是影而不见 就看不到 那可是呢 他们就怎么样 下这个 天花 散天花啦 这个雨呢 等于是动词啦 就是下着这个天花 那等于就是说 下下来的是 是花而不是这个雨水 那是用来供养佛 因为弥勒佛成佛 现在这位佛是弥勒佛啦 那他们呢 都在供养 因为诸天龙鬼神呢 他们最感受得到 因为弥勒佛他成佛啦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 殊胜 那他们就散发供养 那整个的三千大千世界呢 就六遍震动 就是有六种震动 那一般呢 就是说这个 宇宙天地之间啊 他们也受到这种 等于是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这种机缘 所以连这个地都大动 整个世界都大动 那这种六种震动呢 有的是说好像东边起西边落 或者是西边起东边落 或者是南边起北边就沉下去 或者是北边起 就是这样子 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地的运动 那通常呢 就是说在佛出生的时候 或者是佛呢 他要出家的时候 佛正道的时候 或者是佛要说法 或者是佛他答应这个魔 要他入灭 或者是佛要入灭盘 这些的情况 那么这个整个世界就会变动 就是有这样子的动 那这个动呢 就等于是说 这样子的一种事件啊 是前所未有 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呢 这个世界也都震动 所以表示这个世界呢 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表示说 因为佛他正道 弥勒佛他正道了 他成佛了 是这样子 所以地也就震动 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世间啊 这种呼应 就是呼应这个佛的成佛 之下呢 那么弥勒佛呢 他身体也放光 就照射到这个 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以说是用光啊 要来度化 可以用光来度化的众生 所以下面说 应可度者皆得见佛 就等于是 这样子的光 它可以照射到 其他的世界 其他的国土 那借着这个光呢 我们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啊 也看到这个光啊 像法华经 那么释迦摩尼佛要说法华经之前 他也是先静坐 然后呢 地也是六种震动 然后呢 他这个霉间的摆好相光 就开始放光 就放光呢 照射到最上面 阿叉尼夏天 就是等于是游顶天 就是天界里面最高的游顶天 然后又照到地底下 阿比地狱 那地狱是黑的 那就等于是说 它就等于是普度 整个的这个 三界的众生都照到 那这里呢 又应该是又超过 就是说照于无量 等于是无量无边的世界 它都照到 那最主要的是要度化 这一些可以度的众生 应可度者 接着见佛 就见到这样子的光 那下面呢 就接着就是说明说 佛这样成佛了以后呢 那很多的这些天啊 都来赞叹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请法 因为佛他开悟了 那就是要希望呢 就是佛把他证悟到的 这样的境界来为众生说法 那真正的转法轮 这个时候就是要请佛说法转法轮 所以第一位呢 他就谈到说四题还音 四题还音呢 就是我们说的玉界的三十三天的天主 他是在中间 就是四题还音 我们说第四天 地就是皇帝的地 第四天 那他是等于是天王 就是这个 他是天主 还有呢 这个富士天王 富士天王呢 就是说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天 那么他们都是 护法 都是善神嘛 都是护着佛法的 还有大梵天 大梵天呢 就是比玉界再高 一层的色界 就是梵天 那有很多的这个天子 就是很多的这个天 的天神 结果他们就是在这个弥勒佛 成佛的这个花园 就叫做花灵园 他们就来礼佛 头面礼族 这是我们说 最尊贵的这样子的 最沉浸的 的礼 接触礼 头面礼族 就是接触礼 然后呢 他们就合掌劝请 转于法轮 就请佛能够转法轮 那弥勒佛呢 他默然受请 就是表示呢 佛很慈悲 众生希望听闻佛法 那佛呢 他就答应 所以呢 是等于是 他自己本身呢 他要度化众生的本怀嘛 他本来心愿就是希望能够为众生 开这个 这个甘露门嘛 所以 他就 默然 默然受请 然后他告诉这个梵王 他说 我于长夜受大苦恼 这个表示 弥勒佛呢 也是 一样的 由众生来起修的 说 于长夜 于长夜呢 就等于是说 有这个无明 烦恼 这个夜啊 就表示说 我们在烦恼之中 我们的光明不现 所以叫做 比喻成长夜 说 我们 这个 还没有 开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还在贪生吃的烦恼之中 就等于是在黑暗之中 所以 这个三宝哥里面 有没有 福宝哥不是 人天长夜 谁其以光明 有没有 这是这样 这个长夜就是说 我们 还在这个苦恼之中 那长夜的苦恼 所以受大苦恼 烦恼 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受苦 那修行六度 就是 能够自己勉励自己 修 故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所以这个 修行六度这里 就跟前面的这个祭奏 说六种大人 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这边 这部经就是在这个 弥勒三经里面 这部大臣佛经 就是佛说弥勒 大臣佛经 这部呢 对照另外一部下臣经 也是描写 弥勒菩萨下臣臣佛的经典 来比较 这部的内容 就大秤的菩萨的精神 就特别的多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 修行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大臣的菩萨道 死于今日伐海满 那这样子呢 就是表示 弥勒菩萨呢 他是累劫修行了以后呢 那今天就是 伐海满成佛了 就是等于是 他对于这个诸法 世间的一切的现象 他都了解了 所以等于是说 世间一切对他来说呢 都是法 他看到诸法的真相 那看到诸法的真相呢 就是一切都是法 所以说伐海满 那他本身呢 就好像是一条法船一样 他自己本身是法船 所以他满身都是法宝 所以众生需要什么法 他就可以 为众生说 他们需要的法 是这样 所以这个呢 经文啊 是非常的微妙 我们如果 慢慢的这样来欣赏 他的用字 佛经里面的这个用字 是非常的美妙 那当然 这个部分呢 也牵涉就是 我们 佛经 是从梵文啊 或是印度啊 那么传过来的 传过来经过 我们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呢 我们 当时的这一些 翻译大师 都是有学问 所以这个用字 简词呢 都非常的美 那么 用字也非常好 所以形容的真好 就是佛 他成佛了 经过修行以后 他得到法海满 法海 是法海 无量无边的法 是吧 建法闯 就是 等于是用法来 辟应众生 法闯 这可以 好像一个盖子一样 那就等于是说 他这个很大的 这个无量无边的 大的 盖子啊 这个法呢 可以辟应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可以得到这个法 来让我们 就是作为我们辟应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 三归一啊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归一的意思呢 实际上也是找到辟应之地 能够找到辟应 就是让我们可以 可以 消除我们痛苦的地方 我们消除我们的痛苦呢 这些烦恼 就好像是风雨一样 要把我们吹走 所以现在呢 我们有归一之处 就是有辟应的地方 是这样 那 下面呢 就是极法骨 就等于是 他用法来宣扬 就好像 在打那个骨一样 法骨 当他说法的时候呢 你听到的声音呢 就好像是在打骨 那就是等于是 要把我们众生的这种 如龙如芒如哑这样子 的那种障碍 把它打 敲破 把我们正到 我们这个无明的那个耳膜 把它打破 不然有时候我们好像听法 听不进去 或者是有听也没懂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样的无明障碍 所以就希望佛的那个法骨 把我们啊 一醒敲 就是一急就把我们敲醒 这样 那又好像是吹法鲤 这个鲤呢 等于是法锣 就是像那个海底里面的那个锣 吹的呜呜呜呜呜呜 语是有滋润的作用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没有法 我们烦恼重 我们的慧命是干枯的 了解佛的这样的一种辟语 就表示说佛他证悟到了 他是法海 他全身都是法 是法传 他也好像是法闯 是法骨 是法罗 是法语 主要的都是要来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就是没有 看到这个法的作用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一种 好像封闭的 是一种黑暗 然后是一种干枯的 所以需要用这个古 罗 语来支论 来让我们听闻到佛法 是这样的 所以佛 是弥勒佛 他当然是要为众生说法 所以他要说的法 也要跟过去的佛一样 就是一切诸法的真理是 没有两种不同的 所以他现在要说法 是诸佛所转的八圣道文 就是八正道 那释迦牟尼佛 他当时开悟的时候 他也是 最先说法的时候 说四圣地 说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 所有的现象 有违法 就是苦 那苦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执着 那么极因缘法而来的 所以要灭这个苦因呢 我们就要修道 那就等于说